大家好,我是Core俊瑋 今天呢,Core俊瑋想要跟大家分享三隻小狗的故事 哪三隻呢?請看 哇,就是這三隻小狗 這三隻小狗呢,叫做的 的 的 這三個字呢,都叫做的 雖然這三隻小狗看起來都好像喔 可是啊,牠們的用法完全都不一樣喔 好,那有時候你在寫文章,寫作文的時候 是不是把這三個字一直搞不清楚 一直很confused,right? 一直都很困擾,right? 很煩惱,到底要怎樣問這三個字呢? 好,那今天就跟著Core俊瑋 一起來把這三隻小狗的 的的 小白狗 小圖狗 還有我們的雙人旁的雙人狗 這三隻小狗,一起把它搞清楚吧 好,那我們先看到第一隻小狗 小白狗 那寫文章幫你們準備了四個例子 好,這四個例子 來第一個叫做 他的功課 第二個例子 爺爺的錢包 第三個例子 廣闊的天空 好,接下來第四個例子是 漂亮的風景 好,你有沒有發現這四個例子的紫色的部分 紫色的部分 這邊 全部都是什麼呢? 沒錯 這四個功課 錢包,天空,風景 都是名詞 就是所謂的now 好,那第一個呢 跟第二個,來請你看喔 他的功課 爺爺的錢包 功課是誰的? 他的 錢包是誰的? 爺爺的 好,所以第一種用法 好,放在人 某個人的後面的的 小白口的這個的 是屬於一種belowings 好,第三種 跟第四種的的的用法呢 這個天空應該不是廣闊的對不對 風景也不是漂亮屬於他的 不過呢,這個廣闊的 還有漂亮的 都是用來形容refer describe 天空 還有風景 所以呢,廣闊的跟漂亮的 這兩個呢 主要是形容詞 所謂的adgative 也就是所謂的description 會放在後面的名詞 好,所以呢 什麼時候要用這個的呢? 當你後面看到名詞 now的時候 我們要用的是小白狗這個的 好,以上是第一種 接下來我們要看第二種的 叫做小圖狗 有沒有看到這邊一個土地的土 我們把它叫成小圖狗的的 什麼時候要用小圖狗的這個的 好,來看一下這四個例子 第一個 第一個 仔細的檢查 第二個 開心的跳舞 第三個 七嘴八舌的討論 第四個 心高采烈的歡呼 好,Code俊文先問你有沒有問題 這四個例子的動詞 the verb the action 都在哪裡? 是什麼顏色的呢? 好,你猜對了 就是在這個紫色的部分 是我們的所謂的動詞verb 好,所以你發現囉 小圖狗會後面會跟著一個什麼呢? 動詞 小圖狗跟著動詞 那前面的這個紅色的部分是什麼呢? 沒錯 他說 this is a description 形容詞 adgitive 好,所以你得到一個結論 conclusion就是 前面是形容詞 description 小圖狗 小圖狗後面加著一個動作 動詞 action 好,所以 就是這個樣子喔 好,所以就是形容詞的 description 小圖狗的 再加上一個動作 這樣子的話 大家都清楚了嗎? description plus 小圖狗的 後面再加一個動作 小圖狗加動作 好,以上是我們第二隻小狗 接下來 coach俊偉要帶你們 看到最後一隻小狗囉 來,最後一隻小狗叫做雙人 這邊有個雙人旁 是吧 我們就把它叫做雙人 雙人小狗 好 好,那一樣 第一個問題 coach俊偉想要問你們 這四個句子 我先唸給你們聽 跑得快 笑得甜 毒得 津津有味 玩得不亦樂福 好,第一個問題就是 先跟我講 action 它的動詞verb在哪裡 是什麼顏色的呢? 想一下 你答對了 答案是 紫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動詞喔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動詞 跟剛剛的小圖狗 的 有點不太一樣 一個位置對不對 剛剛的小圖狗 後面才加動詞 可是這個雙人狗 動詞出現在雙人狗的前面 你有發現嗎? 那形容詞呢 剛好也相反 雙人狗的形容詞 aditive 出現在 的 雙人等的後面 是吧 所以你看到了 這邊有一個action 雙人狗 再加上我們的 description 我們的形容詞 好 所以Cody俊瑋幫你們 準備了一個小口訣 請你看喔 是吧 我們的一個動詞 動作action 後面有個雙人狗的 後面才加 description aditive 所以它跟小白狗 剛好相反 發現了吧 好 OK 我們今天學了三隻小狗 那當然要給大家 有練習的機會囉 好 所以請你看 這三隻小狗的練習 第一題 來 Cody俊瑋給你們三分鐘 來 請開始做這一道題 請你把這三個 的 的 的 放進去下面的這個 空白處 好 三分鐘開始 好 大家的速度都是非常的快 好 所以Cody俊瑋要開始來講解 看看你有沒有答對囉 第一題 為了慶祝爸爸 什麼 生日 媽媽和姐姐 在做什麼事情 好來 爸爸的生日 這個生日是誰的 沒錯 這個生日是爸爸的 所以你要用哪一個的 答對了 就是小白狗的的 還記得嗎 我們剛剛講過後面這個名詞 的 出現一個名詞 是吧 的 後面出現一個名詞 而且呢 這個生日是誰的 是爸爸的 不是媽媽的 也不是姐姐的 好 那我們繼續念下去囉 第一題 你有答對嗎 接下來 媽媽和姐姐 在廚房準備 豐盛的晚餐 這個晚餐 是豐盛屬於它的嗎 不是喔 這個豐盛主要是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adjective to refer to to describe 後面的這一個 晚餐 所以 它還是小白狗的的 因為很明顯的 這邊是一個名詞 沒錯吧 所以扣去俊尾 這樣子寫 生日是一個名詞 晚餐呢 也是一個名詞 所以 我們使用的呢 都是小白狗的的 這一題 你也答對了嗎 接下來 下一個 地底放學 一回到家 做迅速的 衝進廚房 衝進廚房 迅速的 好 如果你這一題 還不會 還不太確定的話呢 Cote俊尾給你幾個提示 這個迅速是 adjective 我們的 description 衝 衝 是一個動作 叫做 burn 好 剛剛我們發現 剛剛我們有學到 在動詞前面會出現哪一個的呢 你還記得嗎 沒錯 那就是小土狗的那個的 一個土 一個土 再一個野 前面呢 是一個 adjective description 答對了嗎 好 所以呢 這一題的答案呢 是的 對 地底 迅速的 衝進廚房 幫忙媽媽整理 桌上 餐桌上的 餐盤 這題很簡單 因為 這邊 碗盤呢 the dish and the bowl 這是一個名詞 名詞非常簡單 前面的的 一定都是小白狗的的 答對了吧 好 最後一題 這一頓晚餐 全家人吃的 津津有味 吃的 津津有味 好 應該有人答對了 這邊有一個動作 Action 後面呢 是津津有味的 這邊呢 是一個adjective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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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動作後面 動作的後面 應該加的是哪一個 的呢 答對了 動作的後面 加的是 雙人狗的 的 雙人狗的 的 好 所以呢 答案就是這個 的 好 今天的學習 我們學到了三隻小狗 的 的 還有的 你都學會了嗎 好 Coach俊文期待 下次跟大家 繼續見面 分享更多的 華文知識囉 拜拜